哈喽大家好,我是李飞白 重庆QG战队在本赛季节节败退 已经从A组调到了B组 甚至QG的官方微博还公开嫌弃B组 称B组是病人的轮椅 打死都不换阵容的操作 也是让粉丝惊叹不已 明明有飞牛刺痛等冠军选手 就是不让他们上场 现在QG的情况终于迎来了改变 今晚QG的比赛 飞牛和妖刀终于登上了赛场 飞牛离开职业舞台已经有晚日之久 这次回归真的算是万分期待 现在他们的首发阵容变成了飞牛 妖刀、小胖、项羽、范范 可惜刺痛没有上场 妖刀回来之后打起了发育露 他们今晚以3比1赢下了上海一笔机 拿下了回归后的开门红 这对QG来说是一个好兆头 特别是飞牛的回归 瞬间又拉动了粉丝的心 不出意外的话 下一场比赛飞牛依然会是首发 在飞牛重返首发之前 就已经在打训练赛 跟A级战队和TES都打过 老林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准备让飞牛上场了 与QG情况相同的还有RNG战队 他们也是更换了阵容之后才取得两连胜 QG变换阵容之后也出现成效 期待QG能够继续发挥吧 至少先晋升到A组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飞牛的回归呢 我是李飞白 需要小伙伴的订阅和点赞支持 谢谢大家